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順地咕嚇誰人知道 照片台灣大小行 走對著鄉天的腳步 來去行啊來 欸 製作人 我們這幾行啊來要去哪裡錄啊 蛤 經費不足 啊 沒想到多少 這是什麼 怎麼可能啦 沒關係 怎麼樣都難不倒我嘉義林志玲 走 就是這裡啦 沒錯 聽說 這一家名店是我們總統 以及我們很多的政府官員來嘉義開會的時候 必吃的點心耶 而且也是我們嘉義伴手禮的排隊名店之一喔 重點是 只要同板架 非常的親民 走帶大家來吃看看喔 這間隱身在嘉義巷弄間的店面 究竟靠著什麼成為嘉義戶曉的超人氣美食呢 創業的背後有多少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讓我們跟著老闆一探究竟 賣紅豆餅不是我 而是我姐姐開始的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 她的公司剛好撤資 所以她打算自己做生意 然後就想說她喜歡吃紅豆餅 然後就去開了一間紅豆餅店 可是她離住的地方比較遠 她後來叫我把這家店交給我經營 那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會煮東西的 根本應該是說我不會煮東西 所以我很討厭接觸這種 所以後來會答應是因為 我只是想要把店經營好 還給我姐姐而已 對 就這個初心 所以我就把它借下來 那做到現在已經大概十年了 法其樂的典故就是因為 我在廚房裡面做食材 然後太無聊 然後我會多放一些佛經 來了解 因為我是一個學佛的人 那想說這段時間很空嘛 那就放點音樂 那就想說不如放佛經來聽 然後有一天 忽然在腦海裡面出現跟佛的對話 我就問她佛法何其得了 然後佛回我清盡自在 所以法其樂就這樣子來了 其實創業的過程 最辛苦的就是沒有幫手 然後就是全部都自己來 然後自己想一些no how 自己做一些創意的食材劑去研發 那基本上我的員工 都是我的員工沒有自己的人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沒有幫手一個人做 是非常辛苦的 對 聽到老闆的故事 就可以知道他對紅豆餅堅持與執著 果然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才能夠做出這麼美味的紅豆餅 不過說了那麼多 最重要的當然是 耶 終於到了令人興奮的時刻了 就是這一刻 但佛尼庫就是為了他 製作過程都不重要 重要是我要開動了 耶 哇 超期待的 你知道我剛剛已經吞了幾公升的口水 真的齁 對 口味又那麼多 哇 要從哪邊下手呢 那我們就從原味的紅豆開始 紅豆啊 紅豆泥 紅豆泥 是 好 就從紅豆開始 其實像你講的 這是靈魂 因為紅豆餅 如果紅豆不好吃 那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對不對 而且你看到它的紅豆是很扎實耶 天啊 我要開動囉 好 這個紅豆餡 我們是主辦的總統熬成的 所以它相當 就非常耗時間 對 很扎實耶 非常 對 而且你可以吃到那個紅豆的顆粒 的綿密度 好香喔 那個紅豆超香的耶 是啊 紅豆的那個產地你有勝選嗎 這個是一定是冰東的萬丹區 區域 對 那邊很適合種紅豆 而且啊 我要講一下齁 其實我們開始吃都冷掉了 可是啊 它的這個餅皮 對 還是Q的 還是Q的 對 是Q的 有下功夫的喔 對齁 而且它的紅豆 因為一般外面那個紅豆嘛 對 它是 很脆 對 對 比較脆 淡淡 對 吃不到紅豆顆粒 可是它是耶 很扎實 滿滿的紅豆 而且豆香味很重 很濃 炸 炸 炸 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吃 我們的招牌奶油 對 這個 我們的奶油是最多人點的 奶油 我們看一下喔 對 其實你知道嗎 以前我去買紅豆餅 我最不喜歡買奶油 是 因為奶油啊 外面的紅豆餅的那個牛奶啦 是 味道都有點怪怪的 對 然後水水的 你的為什麼不會啊 因為它 大部分的料都放不足 那我們的是用 所謂的天然奶油下去製作 所以比外面的一般成本還要更高 而且有一個蛋清香耶 對 因為我們用了 二十幾克的那個蛋黃下去 很好煮 對 所以它的奶香味非常濃 對 對 所以它的比例如果完成的話 它不會水水的 也不會覺得好像很空洞的那個味道 它是非常多層次的 所以我們的奶油餡 它可以百搭 可以搭紅豆 可以搭芋頭 可以搭金沙 可以搭起司 幾乎可以搭二三十種口味 真沒想到 每一份奶都是老闆親手黏出來的 欸 我說的是奶油啦 你不要想歪囉 奶油在老闆的巧手之下 變得更加綿密順口 緊接著是好帥喔 顛覆了我對奶油的看法 真的真的 下功夫的 讚 那你接著呢 你推薦的 接著我們就吃 鹹蛋黃夾芋頭 它的層次更豐富 林生內行 是 我很喜歡吃金沙的東西 是 對 什麼金沙豆腐啦 什麼金沙飯糰啦 這是一個會比較特別的口味 因為它是甜跟鹹在一起 對 很像在吃月餅的感覺 真的喔 我吃吃看 你可以再咬一口蛋黃 鹹蛋黃 我覺得 你的紅豆餅真的吃不膩耶 是啊 每一種口味你就可以來吃看看 而且口味非常多種 不會覺得你只能吃到奶油 或紅豆或芋頭 然後我們還有玉米起司 香腸 然後泡菜都有 超多的 欸 等一下 那這個 我要多吃進去 對 還有我們的流沙口味 流沙口味也是我研發的 就是 用花生 搭配他們的所謂的 我們的 非常好的 安薑奶油 下去做調配 所以它的成本是很高 它有主打歌你知道嗎 不知道 愛已經好想留下 哈哈哈哈 你只敢多操 真的很香 我喜歡那個花生 重點是不會膩 然後它有一個完整的比喻 不能太油 也不能太甜 對 對 剛剛好 翹到好處 欸 欸 有不好去喔 好 來 算了來 算了來 我們來吃整顆的蛋 起司蛋自燒 這個是我吃紅豆餅生涯第一次 蛤 第一次吃什麼 第一次吃到 整顆蛋嗎 整顆蛋 在紅豆餅裡面的 是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講求創意啊 那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創作 可是它是用整顆蛋欸 然後還有起司加玉米 對 最重要還有少一點胡椒粉 太少破梗了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口味吃起來 如果你不加 你剛剛講的靈魂 胡椒的話 可能會吃到蛋鹹味 對 對 口感沒那麼豐富 對 對 想吃嗎 姐姐來了 我幫妳吃看看 我先感冰一下 姐姐太餓了 嗯 口感你現在喝起來啦 而且還沒有 還沒有全熟喔 半熟 所以它會有一點湯汁 這個好吃到說不出話來 那個起司跟蛋就是學配 對 天作之盒 你懂嗎 而且你的起司應該 我覺得你挑的是很好 對沒錯 請教我的起司大人 我最喜歡吃起司 真的喔 剛剛跟這個金山還有麻醬麵 你說這個可以開發麻醬麵喉 麻醬麵喉 真的講真的 這個 這個 如果你這樣搭配 你沒有用心的去開發 包括說你應該先後順序 白料的先後順序 你就很難說做出一個 這麼融合的口感 而且包括剛剛達人講的 層次 所以一顆蛋 其實它的排列 什麼先放 其實還是有準確 這樣吃下去 它的整個剛好就是到位 對 尤其那個 要加一點胡椒鹽 在蛋跟上面跟下面 如果少了一面 它的味道 然後你就覺得好像 欸怎麼 就沒有剛剛好 對 對 接下來 接下來 那你一定要吃泡菜了 其實裡面還有加培根 台式泡菜 你有收廣告費嗎 不然為什麼不是中式或華式 好冷 好冷對 好你說加什麼 泡菜 培根 加的培根 玉米 好加起司 其實啊你光看它的堆疊 待會你就可以想像得出 你待會吃到的口感是什麼 喔這泡菜 自己做嗎 沒有就是有認識的配合 我不是真的是絕配 這泡菜跟玉米在一起 哇那個味道 太正了 正點 跟你一樣太正 這泡菜比較正 是 好了啦 今天不是來參加選美的 再講下去 攝影師都要翻白眼了 沒想到 居然會有跟我一樣正的紅豆餅 未免也太厲害了吧 可見老闆真的很用心 投入很多心血 才能讓我這個正妹 吃到這麼正的紅豆餅喔 真的是很滿足耶 但是我發現喔 他們跟那個鋼鐵人公司有合作耶 鋼鐵人公司 有喔 各位觀眾朋友 我要將我的心臟拿在這裡 唱電喔 這是什麼口味 Oreal口味 Oreal 這小朋友一定是熱愛啦 對不對 想要吃嗎 自己來買啦 好不好 這個待會打包囉 OK沒關係 還有 還有 你以為我吃完這小紅豆餅 我就會放一山 是 不然咧 聽說還有不好吃的冰品 喔 你來的就是我們這匙 杏仁豆腐 耶 杏仁豆腐吧 對 杏仁豆腐這個 你的色色點在哪裡 其實它是用鮮奶下去做的 所以 它不是用黃豆 它為什麼叫杏仁豆腐 因為它的口感 豆腐還要細緻 很滑嫩 好啦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 這老了 我待會兒講 我真的覺得超棒的 因為把我們一般 其實台式的甜點 講實戰話 紅豆餅誰沒吃過 對 每個人從小都吃過紅豆餅 都是紅豆餅長大的 真的 可是你可以 我覺得你很用心把它研發出 除了創意之外 然後更 將傳統的口味 你一樣是把它做到非常的到位 對 讓人家覺得吃了有回味的感覺 有古早味 對 但是呢 它又帶著現代結合的這個口感 超好吃 對 我覺得是很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我在強監處 飯都不會煮的啦 可以做這好的口味 真的我覺得大家有福 那有機會一定要來品嘗看看 在我們的嘉義式伴手裡 又多了一個選項囉 好不好 那我可以 全部帶回家 全部 你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 打包了 歡迎大家來品嘗喔 謝謝 我們的紅豆餅達人 TERRY 謝謝 感謝你讓我們今天的物價 夠有料 謝謝香檸 好興奮 你人太大方了吧 跟你說齁 來這邊吃這麼好吃的紅豆餅 這沒辦法是點回來 圍繞自己 真的太對不起自己了 你知道嗎 謝謝你 謝謝謝謝 不會不會 你要繼續開上更好吃 更不同的口味給我們吃 好 沒問題 謝謝 造福我們全台灣 喜歡這紅豆餅的人群 謝謝 感謝你囉 好 來 去看看來 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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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